新加坡农粮首预局将在临措港和双溪登加 推出20年地气的新地段作为农业用途 新地段分为36块 预定8月起开始招标 除了投标价 当局也将根据投标者的经营构想 如何善用土地和人力 运用新进科技来提高生产力 来决定由谁得标 来看记者叙事会的报道 这相信是农粮局十多年来 最大规模的农业用途地段的发放 它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8月分在梁州二项一带 推出12块地段 每块地约2公顷 作为种植叶菜的用途 10月推出3块 各占1.5到2.3公顷的地段 来养殖食用鱼 明年第二季推出7块1到2公顷的地段 作为种植叶菜 生产鹌醇蛋和一般牲畜农场 如牛羊和牛蛙 2019年起 在陆续推出14块地段 作为种植叶菜 豆芽和一般牲畜农场 如果是种植 叶菜 豆芽养殖食用鱼或生产鹌醇蛋 估价师将为有关地段定价 参与投标者将纯粹凭企划案的内容来竞标 其他的牲畜农场 除了也得提出突出的构想 也必须要看谁的投标价高来分胜负 提供农业生产力基金 让业者可以提前拿到30%的津贴 以缓解现金周转的压力 他们也将就这次的招标活动来举办咨询讲座 希望可以协助业者更好地了解 要如何将他们的构想写成企划书 以便参与竞标 新闯明新闻记者薛书贵报道